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带来一期全黄98C联系办的比赛解说,今天萧生拳再次跨界,和我打一波全黄98C 开场他用八神手番啊,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成绩,老萧现在他的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 看到没有,八神,有点小好的失误,这并不影响大局 他用生龙取消做了一发八字女的操作,哇 地波拉过来接谢风,开场压得我这龙二是喘不过气来啊 看我的龙二起身,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背反了,给他也来一个反波 但是八神又用百合者,哎哟,跳C,跳B,这么近的距离吗 哇塞,葵花,连不上他也能快速地继续修正啊 感觉原版的技术是太强大了 中抓又挠了个葵花,挠到就是连 他断连之后,但是他又一个百合者勾中了 哇,这一下终于不再失误了 这种压制实在是太难受了 比那种一招带走还要难受啊 好的,现在看第二个回合 看我的金家帆金馆长 看了金馆长开场给一个飞翔角 但是不要被抓了 金馆长是我刚练的一个主练 还没有练成 开场的话,八神又是特别狠地揍了我一顿呢 哎呀 他开八字女,他开谢风 他拉过来并没有接天堂之间 应该是没有接出来 我想掏下盘都掏不到啊,因为他的跳摔的太低了 突然发现 你千万不要想着用下青角或者是下青手接他的跳 根本就接不住 你一接,那你就中招了 现在我的最后一个角色也要出马了 我的八神 我也使用普通八神接天 开场他先用下青角掏招 这咱们不要慌 毕竟 哦,天堂之间拉空 毕竟他这个熟练度还是没有咱们高 八字女怼 这是一个防御反击 强反还在 强反还在的 他想用轻腿接我的下盘 百合哲 哇,又是这种低空小跳百合哲 真的受不了啊 八只女怼 我也开八只女怼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给你面子了 我要大开杀戒了 后面看萧生拳 想掏下盘 不要慌 我奎花三是开发八只女 虽然说我血量不多 但是我气势很足 我信心十足 想闪身抓我破斩 还大升龙 那么现在我要开了 八九倍 跳赛地 天堂之炎帅就完事了 不管他省不省气了 其实不用天堂之炎 接上一套连招也可以带走的 但是我非要接天堂之炎 好,接着看七夹车 全我们 这消分全的 七夹车压得也是特别紧 都是这种低空小跳 但是我的小跳百合得更低 好像我也有点小小的失误 今天说风均有失误 八只女开了 开完之后跳臂 压起身 地波烧一下 七夹车又一个跳A打中了 板边他并没有开炮拳 可见熟练度还不是太高 我的八神再连上一趟 八只女劫 好,谢风拉过来 来一手 葵花鲜鱼 地波烧他屁股 小春圈 哎呦 骗出来了吧 被我 被我骗到了吧 天堂之炎 帅就完事了 好的,第五个回合来了 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圣龙 就是大招 我只要是跳过去的话 这也是被我抓到了一个习惯 现在来看他的老炉 老炉清水开闪现 剪刀脚我抢反 这波可能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没有血了呀 哎呀 起身背得起来了 好吧 现在萧生拳拿到第一分 但是咱们不要慌 后面机会还多的是 太多了机会 下一局 我继续选人 这一把我决定选择大门 龙二 还有八神 八神手底 心里有底 那就开打吧 现在我用龙二作为首发 先给他一个伸头鬼脸 好像龙二 我的龙二节奏没有在现在 总是脸不完整 好,剔杀 舌鞭 舌鞭甩到波上去了 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我操作了 大招断头台 角落贴杀 热 指令头没有连中 那咱们就再来一套 刀子接大招上吧 这下应该可以结束了吧 好的,咱们接着来看 萧承权下一个角色 萧承权的卢卡尔 他这个卢卡尔还是蛮可怕的 因为他零二中卢卡尔是非常的强 大家也见识到他的零二的玩法 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但是在98C里面 他可称霸不了了 98C里面谁才是最强卢卡尔呢 哦,逆向 闪现 舌鞭 我断招了 没有接好这一套 现在他的卢卡尔还是 很疯狂 但是咱们还是不要慌 咱们稳一稳 龙儿又想用一个跳成腿打牙制 咱们再稳一稳 看我起身 小特地 舌鞭甩他一下 板鞭中拳 舌鞭接大招上吧 你杀 抓 指令头 在这个板鞭我还是挺熟练的 哎呦 我的天啊 大招没出来出了个舌鞭 这是什么鬼 那咱们就再来一套吧 一个龙儿杀到他第三个角色 看你慌不慌 接着看萧成全最后一个角色了 第三个回合 来看老萧的气甲射 不知道为什么 他用气甲射手底 感觉他的气甲射也并不熟练呀 他还不如用八神手底来的实在 现在我的龙儿先做好防守 现他上钩 气甲射也气起一个暴气 飞弹猪他比较认真 开始了 正式拳 清拳点杀 伸头鬼脸 大招摁倒 他没有受伸就肯定中 看我龙儿再踢杀 抓指令头走 板鞭大招开一套 没有开出来 这一下 没有甩到 其实刚才如果节奏掌握的好 是可以甩到一套的 这就相当可惜了 能不能穿三呢 这一局 难度很大了 已经 穿不了三了 随便看我的大门 第四个回合 开场踏踏 先踏踏一下 跑抓天地反 进身超大外哥 然后摔个里头 没有摔起来 好 超大外哥 还想 用那个欧来 欧我 他想多了 天地反胜一滴血 蓝之山 拿下的最后一滴血 好的 现在进入到第三局 神多小伙伴可能会说 怎么不秀黑光呢 我想说 我没有摁出来 好了吧 好 现在看第三局 我诚实一点 我确实想秀黑光 第三局的话 他换人了 他换出来克里斯了 嗯 不错 不错 终于出最强主力了 克里斯在原版中 他用的也是超棒的 现在我继续弄龙二手发 他的八神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 压制能力非同一般 两点三点 这亏花 又是这一套 八九杯 没定住 又来一套啊 不是吧 小跳跳飞地 可以花三式 第三式呢 可以出第三式的呀 刚才 哎呀 八神是频频失误 不失误 其实我这边已经没了 估计 身头鬼脸 接笔杀 对到角落 接踢杀 板边再来一个超笔杀 很顺吧 错 是放错招了 我的天 放错招了 应该放抓的放成断头台了 这就非常尴尬了 我的龙二 下面来看下一局吧 超尴尬的龙二 第二个回合 看我的大门 出手 开场 给他一个跳 现在八神 轻手葵花 又把我嘴到角落 但是我还是把他抓住了 抓住之后接力头 剑神 大门葵花硬 这个八神 还两次 C的接八只女 不错哦 对波拉过来 又出现风 好 后面起身 蓝制神 他不中 看来我的大门也要废了 只怪 销神拳的八神 太猛了 超勇的 那也只能看 我的八神了 我的八神冲满 上一场 我的八神 没有修出来 这局要不要修 他又是低空小跳 又是这招 每次都这样 用这招还我 骗我 出下听脚 他用这招 你看又是这招 我又上当了 我不注意一点 不行了 接着 升龙天堂之言 放一泡 剩一点 血还狂嘛 但是我只剩下 这一个了 萧生拳 还有两呢 后面 我需要以一敌 才能赢 先给一个跳踩地 好 后面 卢卡尔 也是比较着急啊 急于求胜 看我青腿下盘 葵花 板边 板边中闪现了 他没有接出的大招 没接出来 完全是可以接的 刚才 好 青腿葵花 这一下我不再失误 八九被电 照片电 八正剧烧 该我表演了 一波谢风 揪过来 黑花三是八只女尚 他还有一点血 他肯定会跳 我们就用圣路 升他会玩事的 八只女尚 跑不掉了吧 突然发现 我这八神还是挺帅的 现在看第五个回合 萧生拳的克里斯 好 克里斯先跳一下 看我八神 八神没有气了 克里斯五颗气 这局我应该是非常难打的 他还连跳 逆向来还我 又中招了 没有气就很难受了 幸好他手练度不高 克里斯 不客气的克里斯 也这么不行吗 接不上大招呀 那么该我表演了 八九被电 好 中招天手 再来一个爪脑两段 八正剧上 拉过来 天堂之眼 放一炮 克里斯终于抢反了 我知道他要抢反了 所以说我没有接八只女 我接了个天堂之眼 这样的话他抢反他也会掉下 天堂竟然又一炮 跑你也跑不掉了 我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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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